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林氏的字根 林氏的字根有兩個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田 田的話外面是方框 口 取林 那中間呢正叫氏 林氏田 這邊 好那 第二個字根呢就是 各位看到剩下的部分 就是只要是 外框然後裡面有包其他 字型的都是屬於零氏 那這個是屬於 跨越書寫順序的取法 為了要取字根的完整性 我們來看一下 因這個字 因的話我們就外框零氏先取 接下來是一八 那 那回的話一樣它裡面有包一個口 所以 外面先取零氏 那方框口零 這邊 好再來面的話 我們是先寫橫一 再來是撇九 那剩下的呢一樣它裡面有包一個 一個 三一 所以我們一樣外框是 取零氏 再回去寫中間的三一 這邊 再來的話是月 月的話它一樣有一個框框 那我們是先取撇九 接著外框的話是零氏 那接下來呢它是 一個撇 那因為我們已經取三個字根了 直接跳最後 最後是一個順丸五 這邊 好以上是零氏 字根運用的介紹